下季就吃点凉面 心热解锁 单单面取一下 今天是夏至 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 夏至这天很多地方都有吃面的习俗 今天就跟小新一起去街头的面馆 看看大家都爱吃什么面 我们面馆现在有肉馍炸菜单单面 牛肉面给凉面 夏至季节卖的最好的是凉面 夏至时节我们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 不间断的卖 这个销量比平常的得多4到5倍 夏至时节一般的顾客能炖上吃一碗凉面 冰冰凉凉的特别适合顾客的口味 我们这个凉面冰冰凉凉的感觉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在面锅里头煮上八成熟以后 过凉加上熟油拌匀以后 拿电扇慢慢吹 照着15分钟吹 吹的面条都步行粘连了以后 我们拿钱加上我们特制的蜜汁一浇 那冰冰凉凉的感觉就出来了 每年夏至我都上这来排队买面 单单面 凉面都爱吃 吃几十年了 炸酱面 淡单面 凉面都爱吃 要是没有什么事在家也煮点面吃 反正必须要吃面 凉快 然后方便 那您知道为什么夏至咱们有吃面的习俗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传下来就老说是冬至饺子夏至面 具体什么习俗不知道 夏至它吃面的习俗 首先它是因为夏至这个时候 小麦干收获 咱们中国有藏心藏鲜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就是说我要吃新鲜的 干上市的这种食材 第二个夏至我们有祭祀的传统 其实也是用的是面食庆祝丰收 然后保佑这种 接下来风调雨顺的意涵 那么这个面食有各有特点 就是说南方的面食相对来说 它面多一些 你比如说还有江南地区 还有阳村面 北方的面食更多的是要冷头面 就是凉面 炸酱面 打卤面 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 它就是因为夏至等于是白天最长的一天 然后过了夏至就白天一天一天比一天短 这一线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做手针线活的女工 她提前采好了一米线 一直用完大概是需要两分钟左右 就是说一天就少用一根线 线来衡量的白线的长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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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